基隆市婦女會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身兼基隆市婦女會理事長的基隆市議員何淑萍 在七堵市場發送康乃馨鮮花給媽媽們 民眾爭搶大受歡迎 慶祝母親節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結合基隆市婦女會 特地道安樂、仁愛、信義以及七堵 四個傳統市場 執政康乃馨鮮花給媽媽們 感謝媽媽們的辛苦 也讓拿到鮮花的媽媽爸爸 在母親節倍感溫馨 基隆市婦女會 配合國民黨朱立倫主席 辦理22縣市 全國同步贈送康乃馨鮮花活動 我們基隆市婦女會 在四大市場 安樂市場、七堵市場、仁愛市場 跟信義市場 我們一起在發送康乃馨 除了照顧我們花農之外 也對我們含辛如苦的媽媽 至上無限的敬意以及愛意 在這裡我們基隆市婦女會 全體的婦女朋友們 祝福我們全天下偉大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而在七堵市場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點 民進黨基隆市議員張秉君 也在助理陪同下發送 康乃馨香皂花 同樣受到市場攤商 和採買民眾的歡迎 到我們七堵市場 帶來我們的康乃馨 就是想獻給所有辛苦的爸爸媽媽們 也祝大家加起來愉快 尤其我們這些媽媽們 他們從小培育我們長大 真的要跟他們說聲謝謝 因為有你們的照顧 我們才可以這樣長大成人 然後繼續來為社會努力 親愛的媽媽們 辛苦了 我愛你們 雖然不同黨籍 但是感恩母愛偉大的心意 並無差別 記者 郡松 基隆報導 各位 學姐好